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好养的花 这个叫康乃馨 它是一个较为新的品种 叫奥斯卡康乃馨 它是开大花的 你仔细去闻的话 它有个奶油巧克力的味道 而且临近三八女神捏了 大家伙也可以买来送给自己的妈妈 又或者送给自己的爱人都可以的 它很好养 零下十几度都OK没问题的 上面有很多的花苞 它是多年生的 它不是说一年生第二年就死了 不会那样 在我们山东地区上面冻嘎了 第二年还能长起来 然后正常来说 我们是去年卖的19块91盆 今年做了一下价格的调整 然后是25块钱两盆 给大家带一个红色 然后搭一个粉色 这样放到一起 这样很好看 这话说有点秃 有点秃的话 老花一就比较精心的 给它准备了一个这种盒子 搭了颜色的话 大家就不要去挑了 你像我们这个去进货 都十几块钱 对吧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很大的让步 马上100万粉丝了 我那个抖心台 还有其他平台 反正我们做了马上10年了 我们给大家 也是比较有诚意的 然后这样 两盆 加上一个盒 本来我们要卖到39块9 后来 我媳妇说卖到38吧 让两块 36块钱这么一套 不论是自己养 还是送人 都很合适 比较皮脂和好养 干了就浇水 光照给足 也可以地摘 也可以盆摘 相当的不错 就不错 就点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永乐养花知识 以及很多性价比比较高的花卉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仁一 白了是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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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